我剛剛就講到就是說 你在這整個系統裡面 其實很重要的是你要去看一下 你怎麼樣能夠達成它的這個系統的平衡 所以簡單的假想是這樣 我的這個不管什麼樣波長的光 透過這個cavity上的小洞 然後進到空腔 然後在裡面來來回回的被反射 然後最後吸收 下一瞬間你要達到熱平衡 所以呢它要有EM wave 它要輻射出來 這個輻射出來的動作是這樣 就是說我在這些cavity的wall上面 在這些空腔壁的wall上面 有很多的減斜震盪子 這些減斜震盪子開始在做來來回回振動的時候 它是帶電的charge 這時候它就會輻射出電磁波 好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這些電磁波當它輻射出來以後 然後 它要在這個cavity裡面存活 最後就會有以前你學過的鑄波的概念 這等於是一個三圍 各式各樣不同緯度的鑄波 因為呢如果在任意的兩個點 當它來來回回反射 這兩個端點不是它的節點的話 很快的這個鑄波就不會survive 這個波就不會survive 所以你會發現 最後這個 一圍的減斜震盪子 所產生出來的wave 一定要在這個cavity裡面 形成一個standing wave 它才能夠在這裡面來來回走動嘛 要不然就會 我剛剛講的 你就會 最後就會自動的 因為interference就不見了 所以整體上的picture是這樣 好 那如果我知道這個picture之後 那我怎麼樣去知道 在腔體外面 我如果要去做一個sampling 我要去看 真正的光譜長什麼樣子 平譜長什麼樣子 那你現在就可以了解 我要做這件事情 比較簡單的做法是 回來看一看cavity裡面 這些鑄波的能量 是怎麼在分佈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你最後會達到熱平衡 所以呢 你外面收到的這個能量 會跟裡面的能量是一樣的嘛 所以它等於來來回回 再做交換 所以我最簡單的辦法 我要去知道外面 這個cavity外面 我的detector看到的頻譜 就是實驗上的觀察 那在物理上的model 我要去做的實際上是 這個cavity裡面 所有的這些鑄波 到底是怎麼在分佈的 因為這個能量的分佈 會跟它外面看到的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這個時候達到熱平衡了 好 所以我本來是要去看的是在 黑腔外這個黑體外面的這個 Spectrum的分佈 那麼我經過這樣的轉換以後 我所需要知道的是 cavity裡面 它的能量分佈行為是長什麼樣 所以我要知道這件事 比較簡單的就是說 我要去知道 在這個cavity裡面 看鑄波到底有多少 個數有多少 每一個鑄波的能量是多少 我把這兩個乘起來以後 就是cavity裡面 這個整個鑄波的能量 的分佈行為嘛 OK 好 所以我接下來要看的就是 到底這個cavity裡面的鑄波能量分佈 是怎麼回事 所以第一件事我告訴各位 我要先去算 裡面到底有多少鑄波 這件事情要一路的到第九章 我們才會去算 因為呢它要用到一些 統計分佈的概念 但是呢 這結論就寫在這裡了 結論寫在這裡 這個g of μ 就代表的是說 具有頻率μ這樣的standing wave 的個數有多少 這個g是函數 這個事實上是它的個數 所以它是單位體積有多少 比如說standing wave 所以是density of standing wave 它實際上是跟μ的平方成正比 意思是說頻率越高的 它的鑄波個數 鑄波的頻率density 這個個數會更多 這件事情我們會等到第九章會去證明 這件事情是對的 沒有問題的 鑄波的個數 的確是正比於 這個鑄波本身頻率的平方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去看 那每一個鑄波的能量到底是多少 每一個鑄波的能量是多少 好 那最早的時候 人們去解釋這個現象的時候 用的是古典理論 那古典理論裡面應該是在 我想是熱力學或普悟大家學過的 這個叫做能量分配法則 能量分配法則 這個所謂的能量分配法則 就是說 我如果有一個自由度 有一個degree of freedom的話 那麼在絕對溫度t的時候 它所能夠擁有的 分配到的能量 會是二分之一kt 這個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大家在學這個 所謂的理想氣體分子的時候 我如果在這個空間裡面 有一群的理想氣體分子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理想氣體分子 它的每一個分子 理想氣體分子 所具有的動能到底是多少 它因為理想氣體分子 是沒有位能的 所以那就是它的total能量 那我們說 根據這個古典能量分配法則的定理 它在一個自由度上 我就分配給它二分之一kt 那理想氣體分子 它可以在三個自由度 xyz三個自由度上 來來回回的做自由的運動 所以它有三個degree of freedom 所以你就說 理想氣體分子在絕對溫度t的時候 它的總能量是二分之一kt乘以三 二分之三kt 同樣的概念 我現在就把它用到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減協震盪值上 因為我剛剛說 我要算外面的能量 基本上我是要算這裡面 駐波的能量總和 那這些駐波的能量 事實上是來自於 槍壁上的減協震盪值 來來回回震盪所造成的 所以反過來講 我如果能夠知道 這些產生的來源 這些震盪值的能量總和 實際上就等於是 駐波個數總和 大家聽得懂 就是說 我本來是要去算 槍體裡面的這些 standing wave 的能量 可是我剛剛講的 這些standing wave 怎麼來的 減協震盪 震盪來的 所以每一個減協震盪的頻率 就會產生一個對應的 駐波 對不對 它的震盪頻率是μ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 相對應的駐波μ 在這個cavity裡面 所以我本來要算 是整個cavity裡面 駐波的能量總和 我可以再把它轉換成 我真正去算 在cavity wall上面 這些減協震盪值的 total能量到底是多少 那就可以得到相同的答案 好 那我剛剛已經講了 駐波個數 我知道 那我現在要算的是 每一個駐波 平均能量是多少 平均能量是多少 那我就回來問說 我每一個減協震盪值 平均能量是多少 好 大家知道減協震盪值 鍾擺效應值 是一個明顯的減協震盪值 它有一個平衡點 有一個位移 然後在平衡點上 來來回回 因為恢復力的關係 來來回回地走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 減協震盪值 好 這個減協震盪值裡面 古典上來說 它有多少個自由度 哪兩個 兩個 哪兩個 它有兩個自由度 動能跟胃能 來來回回地換 ok 所以呢 我們說一個減協震盪值 古典的減協震盪值 一個自由度叫二分之一KT 那它現在有兩個自由度 所以你就要叫它是KT 你就叫它KT 也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在一個平衡溫度T的時候 那麼每一個在槍壁上的減協震盪值 它所擁有的能量 就是KT 平均啦 這是一個平均的概念 平均的能量是KT 那如果是這樣 那就很容易了 就是說 那我知道每一個助波的個數 我知道助波的個數 我又告訴你 每一個助波 它事實上是從減協震盪值 這個樣子來的 它的平均能量是KT 那我就把這兩個相乘以後就好了 相乘以後就會變成是它的總能量了 所以呢 你就會發現 這個 這個 早期學物裡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你只要兜出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就會在歷史上留名 掛的就是你的名詞 所以你看它這個就叫做 Ready-Gene's 的 formula 雖然這個 formula實際上 後來發現是有一點問題的 不過 你就發現它實際上就是把剛剛 我們做的事情呢 剛剛那個g of mu 然後把它的平均的能量 Ipsion KT 把它沉進去 那答案呢 就會跟後面這個有關係 這個答案很明顯 你就看到有一個明顯的問題 它的問題呢 在於說 這個只是告訴你說 我其實是把上面那兩個g of mu 跟它Ipsion 把它沉起來而已 它真正的問題在這裡 當你的波長越來越短 頻率越來越增加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個能量 這邊也是能量密度 就是能量除以體積 它的能量密度 隨著頻率的增加再增加 這件事情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的光譜 你如果回去看的話 我先就從這邊看好了 就是說這個是你的實驗觀察 這是你的實驗觀察 這邊是短波長 我們剛剛前面的那張圖 下面是波長 所以現在是倒過來 現在這個圖這個是頻率 頻率 所以長波長 然後這個頻率短 頻率小的那一側 這個是Reilly Jeans的formula 它跟實驗的觀察 實驗有藍色有綠色 然後我現在去fit這個 這個綠色線的話 它在長波長 或者是小頻率的時候 可以fit的很好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在頻率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個應該要越來越接近0 但是呢 我的Reilly Jeans formula 這個是隨著 μ平方一直在增加 這件事情不會是對的 不會是對的 這件事情如果是對的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個 我們就會有享用不盡的能源 你只要把一個物體 開始升高溫度加熱 然後你就等著去收它的 輻射的能量 你就會發射 你就會發現你就賺到了 因為 越高頻的發射出來的 越來越多 能量越來越多 意思是說 我會有很多取之不盡的 這些energy可以來使用 這個是明顯的錯誤 明顯的錯誤 也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的觀察 當你燒一個物體 到某一個溫度T的時候 長波長跟短波長 它其實都是要去近於0的 尤其是在短波長高頻率的地方 那邊會掉得很快就下來了 你如果回去看剛剛那個圖 長波長還拖了一個很長的尾巴 但短波長掉得非常的快 有看到 這裡 長波長會拖了尾巴 短波長掉得非常的快 就是高頻率的位置 實際的觀察應該這樣 可是你剛剛的ready jeans 這邊不只是沒有掉下來 這邊還一直往上跑 所以就表示 這個理論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 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 所以它沒有辦法fit 這個實驗上的觀察 那最早的時候 人們當然給它一個名字 就叫做說 這個事實上是在 從紫外光去就不對了 所以它告訴它是 這個ultraviolet的 catastrophe 一個混亂的現象 意思是說 它在高頻的時候 這個理論預測就不適用了 這個理論預測就不適用 好 那物理學家當然就想回來看 到底哪裡搞錯了 很快他們就發現 單位體積裡面的駐波個數 就是g of mu這件事情 是沒有錯的 我們等到第九章也會去證明 這件事情是沒有錯的 所以真正有錯的是來自於 平均能量的概念 請注意剛剛我們怎麼去得到平均能量 我們剛剛得到平均能量的方法 我們剛剛得到平均能量的方法 是用古典的能量分配法則 我有一個運動的自由度 那麼我就分配給它二分之一KT 所以我給你一個古典的減邪震盪值 那你就說這個減邪震盪值 它的這個平均能量叫KT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就很明顯的發現 這個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古典概念 所以呢 它的能量是連續的 因為KT T是可以無限變化的 無限小的變化 所以我們在這個理論裡面 能量是連續的 能量是連續的 好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普朗克的假說 普朗克的假說裡面 有一個最重要的這個 在近代物理上最重要的一個突破是 它認為這些減邪震盪值的能量變化 它的能量變化 只能夠是特定的 某些能量的存在 也就是說 你可以想一想就是說 好它本來這些減邪震盪值 在這個槍壁上做震盪 什麼時候 它會輻射出這個電磁波呢 是當這個減邪震盪值的能量下降的時候 當它能量下降的時候 那能量的守門它就輻射出一個電磁波出來 可是呢 這個減邪震盪值能量下降這個動作 下降的這個Energy Delta E啊 不是任意值喔 它只有特定的值是被允許的 同樣的 當它掉到低能量的時候 這時候呢 它可以吸收外面的輻射光 然後再讓這個減邪震盪的頻率再往上增加 所以它也可以做吸收 減邪震盪吸收能量上來 一樣 這時候它吸收能量上來這個動作 也只有特定的能量能夠被吸收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是以前在物理學上沒有的 你現在當然覺得理所當然 你現在覺得 能量只有某些特定的能量存在 在氫原子模型你學過就已經知道是這樣 不過這是後來的發展 在以前這個19世紀的時候 實際上能量連續這件事情是普直人心 大家都覺得應該是這樣 普朗克是第一個提出來說 我要來解釋這個黑體輻射 只有一個狀況可以讓它是對的 就是說 這些減邪震盪值的能量變化 不管是吸收能量 或者是下降能量 這些能量變化 只有特定的值才可以 這個在物理學上 我們當然叫它叫能量量化 量化 quantarization 只有特定的能量範圍裡面 你可以做吸收 可以做放出來 所以普朗克在這件事情上 是有它的 contribution 所以呢 這邊我們就講說 它已經告訴你 這些 oscillator 能量不會是連續式的 因為你如果是KT這樣的概念 T是連續的 能量就是連續 它認為這個概念要被修正 那它就講說這個 oscillator 它要輻射出這些 這個一定的 EM wave 那麼它就要從一個能接 一個能量值 掉到下一個能量值 那這個多出來的這個能量就會輻射出來 就是它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那一樣的就我剛剛講 它也會從一個比較低的能量的 簡協性浪子 吸收的光 然後上到上面去 但是呢 不管它是要放出來或吸收 它都是一個 discrete 這個字很重要 它不是連續的 它只有特定的 discrete 其實中文也叫不連續 它只有特定的某一個能量 可以被吸收 這個某一個能量是Hμ的整數倍 就是它在振動的整數倍 這個μHμ的整數倍 所以呢 他稱它這樣的一個Hμ 稱它叫一個quantum 叫一個量 量子量 叫一個量子的量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把每一個 減協症浪子 它的能量 還有它的藥籤 就是從低能量到高能量 或高能量到低能量 都把它confine在 只有特定的值的時候 就NHμ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它的平均能量 它的平均能量 就不會再是KT了 它要真正經過計算 這個我們知道第九章的時候 會稍微說一下 這個真正算出來 它的平均能量 是一個複雜的值 它是一個Hμ 除上一個exponential-1這樣的值 好 所以呢 根據這樣的一個假說 就是說 我在槍壁上的 減協症浪子 它的能量要牽 只有特定的能量 是被允許的 這個特定的能量 叫NHμ 這樣的假說之下 我會得到一個 平均的能量 Standing wave的平均能量 實際上是這個值 我把這個值呢 乘上原來駐波的個數 那就會得到 我們真正輻射出來的那個 Spectrum 答案就在這裡 等一下我們會去看一看 這個答案到底對不對 這個答案實際上是跟 實際的實驗是吻合的 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 你可以在網路上搜尋 實際上普朗克自己都說了 這個學理上的創建 當他第一次要提出來說 這些能量的變化 是被quantanize 是被量化的時候 他都沒有把握這件事情是對的 所以呢 他最後把這個答案拆出來 他認為這是一個lucky gaze 是一個非常運氣好的一種猜測 如果你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其實對各位來說 你應該有更好的機會 不是做所謂的 叫做靠運氣的猜 其實有很多物理學家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先做實驗的觀察 我可以做一個非常好的實驗觀察 這實驗觀察完以後 你其實要去建立model 這個model當然要合理的去解釋 你的實驗觀察 那比方說 假設我們今天重新來看這個實驗的話 我很快的做實驗的人 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curve 我很快就應該要得到這樣的curve 好 那接下來你想要看的是什麼 這個curve的feature 有哪些特別的feature 有某些特定的長相 然後這些特定的長相 我能不能用這個 所謂的curve fitting 你知道有很多的數學軟體 有很多這些比較強的這些software 它其實可以來做多項式的fitting 可以把你一個實驗數據 用一個數學式來表示出來 那這裡面其實很簡單你就可以看到 我剛剛特別在強調 對高頻這個區塊 就是所謂的這個 非常低的 非常小的 這個wave length這一塊 它其實 decay非常快 decay非常快 就是說頻率一增加 它的 decay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如果你從curve fitting來看 大家學過了很多的這些函數 掉得很快的 常常都有一個很標準的 就是exponential decay 就是這種天然指數的 decay 在很多的物理現象裡面都被看到 所以 雖然普朗克說它實際上是一個叫做 運氣很好的猜測 其實它是有道理的猜測 就是說如果你從 這個有點像馬後炮 你從curve fitting來看 的確在這個高頻的位置 它的長相 就很像是一個exponential decay 而且這個 decay呢 一定要是跟溫度有關係的 因為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溫度 這個 decay 的那個迅速程度不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如果真的你要來猜的話 它一定是一個exponential 跟你的KT有關的東西 好 所以呢 實際上各位 將來如果在做很多的這個 真正的研究的時候 其實 從學材料的角度 我經常看到 我們可能都做得比滿天高的這個 這個叫做 data 可是我們就很難去把這些data 用一個比較漂亮的數學式把它弄出來 就像說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也做出很漂亮 你做的點又夠多喔 做了一堆的點 然後呢 產生一個curve 然後要叫你做一個好的curve fitting 那這件事情是我覺得大家比較缺乏的 大家比較缺乏的 那這個是我常常就跟同學講 這個是有很多的相關的curve 你可以去學的 那 就像剛剛我提到就是說 你如果從現在的角度來說 普蘭克不需要去做一個所謂的 具有運氣的這個猜測 他可以從很強的這個software裡面 先去看看 我有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好的curve fitting 當我如果可以去做一個好的curve fitting 接下來我要去問的是 這個curve fitting的結果 能不能有一個漂亮的物理模型來解釋它 那你就有機會把一個真正好的物理模型建立喔 所以呢 他剛剛把一個關係式寫出來 尤其他有一個 這個 1除上exponential-1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常常要去看就是說 這個方程式合不合理 方程式合不合理 最簡單的一定先看兩端喔 當我的μ很大的時候對不對 當我的μ很小的時候對不對 一般來講如果這兩端都對 那你再接著帶了幾個點進去fit看看 都對了 大概這個方程式就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在這裡我們做一樣的事 我們會做一個問題 那是一簧 好嗎 嗯 好嗎 那不是